2018年12月13日 全国首个公寄保障条例 南京市国家公寄保障条例正式实施 从一馆到一城 从一日到一年 江苏南京以法之名 守护不能忘却的记忆 条例第十二条要求 举行国家公寄仪式明放警报时 行人在校师生等就地默哀一分钟 条例第十六条要求 鼓励社会各界自发组织开展悼念活动 条例第二十三条要求 举行悼念活动或者参观国家公寄设施时 应当真诚缅怀逝者 条例第二十八条要求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 条例第三十三条要求 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 普及南京大屠杀史实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条例第三十四条要求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将国家公寄主题教育 纳入本市中小学地方课程 1213 我们不能忘 也不敢忘 明记历史 心中长鸣 勿望国史 圆梦中华